荣耀发财快报 大仙什么都知道 小乔碰到蓝铃王该怎么活 巅峰再撞位置该怎么办 最近我们收到很多兄弟 比较多的提问 今天就给大家集中解答一波 首先是小乔碰到蓝铃王该怎么活的问题 记住一句口诀 半动全崇 半动的意思是 在蓝铃王清完半片野区时 你朝他刷野路线的反方向支援 因为大多数打野会在清完半驱之后 蹭一波中线 你就刚好可以趁这个时间点 去跑图支援 但一定要选择对方的反方向 不然你就成了 顺入虎口的羔羊 直接撞他脸上 全怂的意思是 蓝铃王在清完全部野区时 尽量不要乱动 怂一点再塔下清线就好了 因为打野一般清完一整片野区之后 会选择抓一波离得最近的边路 然后蹭一波中线 最后再回刷自己的野区 动向几乎辐射整张地图 你这个时候如果乱动很容易就被逮到 除了上面所说到的 还可以在出装上面做文章 比如说前期 叫做不假鞋过渡 然后今生要早出 也可以试试 我们之前分享过的这套半肉小桥 蓝铃王想杀你至少得打两套 在面对高爆发时 不缺输出的阵容有奇效 接着是打一级背景野区 法师到底该不该放线支援的问题 那这种情况下不用犹豫 法师一定要第一时间赶紧抢线 如果直接放线支援的话 会被对面后手清线的中斧打状态 导致另一片野区也失手 如果想守野区的话 最好提前布置防守 让打野或者辅助提前在河道野区入口 站好视野 又能有效的降低被反的风险 然后啊 问的比较多的还有啊 玩射手 老实坐牢 没人跑怎么办 在前期啊 如果你猜到对面大概率会直接连体 可以直接选择小野开 保证补好小兵的尾刀 吃满所有能吃到的经济 等到四分钟之后 如果队友依旧不保你 你就可以趁打野即将刷完半片野区 直接去中路趁那波线 然后直接中路抱团一波 用下塔去换对面的中塔 打经济互换 到了中后期就主动去找中服 吃中线和野区发育 让打野去带边线 最重要的一点是啊 这个期间啊不要上头 吃不到线就要在后面苟住别死 只要不被卡线强越 你的经济基本不会落后太多 最后就是巅峰赛和排位 老实撞位置怎么办 那如果你想打战利 并且玩的英雄可以兼顾多个位置 就比如说啊 嫦娥既可以打中又可以打野 又可以打边 就可以尝试和队友沟通 要到其中一个自己擅长的位置 如果你单纯想上分 可以联系啊 各个位置简单好上手的英雄补位 比如说对抗路啊 就狂链 狂铁 吕布 法师就练西施 王道军 打野优先蓝帝王 奈克鲁鲁 射手就优先练习 敌人杰 李源芳 这几个英雄啊 都是补位比较强势的英雄 以上就是本期所有内容啊 如果兄弟们平时遇到什么疑问 可以在评论区里直接留言 我们会不定期收集兄弟们的问题啊 集中进行一波分享哦